它和我们面对同一片海洋 大鲸鱼和小海豚一同在大海徜徉 乍看之下以为是给小朋友看的卡通 继续看下去才发现原来是陆委会最新推出的宣传动画短片 有话好好讲 向陆方释出善意传达两岸核为贵 陆委会发言人邱锤正指出 我们这次拍这支短片 是希望透过这部海洋生物的动画创意 鲸鲁互动的短片 让各界清楚了解 我们政府希望两岸开场沟通对话的立场 并呼吁中国大陆方面洋气 僵化的思维 负面的作为 能够用心沟通 以诚信交流 创造双方各种协力合作的可能性 这支影片目前虽然有24万多的点阅率 但按不喜欢的远比喜欢的多 文化大学广告系教授纽泽勋表示 这显示看到此影片的网友 对执政的民进党并不买单 他分析 大陆一般的民众是看不到YouTube的 因此目的是要雇选票 将影片出口转内销 内容也符合民进党一项对内宣传的调性 纽泽勋说 用金屯比喻两岸关系虽然有创意 不接受九日共识 但是又没有办法提出能够让两岸关系恢复平顺交往 它其实在说服力的一个面向上面就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局限性 不过 但将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认为 从这部影片可以感受到陆委会想向对岸释放出善意的讯息 说明双方对话的重要性 虽然影片放在YouTube上 但涉台系统会看到 在当前正式协商的管道停摆时 陆委会有必要也有责任不断释放累积善意 陆委会发言人邱锤正再次强调 两岸关系的关键在于大陆是否务实看待 他也向陆方喊话 陆委会动画短片的文青风格 虽然学者认为还蛮具创意 不过就缓解两岸关系而言 还是应该要找出更好的方式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台北报道